大家好 晚安捷熊現場 我們帶你來看到是個最新的畫面 這是在今天十九號的週一的清晨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在南海再次發生了衝突 菲律賓的海警船現身在南沙群島的仙兵礁 並且衝撞中國大陸海警的艦艇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個是中國海警 他們公布的以大陸海警的視角拍下來 影片前方這就是菲律賓的海警船 那麼後方的話則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而現在大陸的海警局發言人就表示 是在週一清晨大約是3點24分左右 菲律賓4410號的船隻無視中方多次警告 是以極度不專業的危險的方式 故意衝撞大陸執法的21511艇 陸方現在研判菲律賓可能是想要趁著夜色 偷偷進行補給 但是沒有想到大陸方面是全天候24小時監控 強調事故的責任全部都是在菲律賓 好 但應該要來持續聚焦 這就是中飛海警船現在又再度發生了 衝撞的衝突 而地點就是從過去的仁愛礁 同樣都是在南沙群島 不過這一回是在仙兵礁這邊 好 這是大陸海警他們其實非常的 從反應看出來真的是相當的神器 因為就在今天十九號的清晨 三點半到七點半 好 這幾個小時之內 連續發了四則訊息 每一則訊息都是在指控菲律賓的 這兩艘海警船 他們當然認為說是非法侵權南沙群島 因為中國大陸是主張 在南沙這邊是有聲索的主權 好 這一回是在仙兵礁的 臨近的海域發生了衝突 並且呢 這個大陸方面還指控說 菲律賓他們是故意的 衝撞中國大陸的海警的船隻 導致雙方的船隻發生了碰撞 那其中甚至還有隔空 這個互相對槍的狀況 那大陸海警就說整起事故 當然責任他們認為就是在菲律賓 而大陸海警局的新聞發言人干預就表示 現在要菲律賓立刻停止侵權挑釁 並且說這個表示 大陸海警對菲律賓的造勢船隻是依法依規 還有採取相關的管控措施 好 但是其實菲律賓先前 他們的情資就透露了 大陸在這個南海這邊的兵力 是逐步的增加 而且算一算呢 解放軍在南海大舉增兵 軍艦的數量已經是達到了九艘 那這個是先前 根據飛國情資他們所拍下來的 大陸的航母山東艦 在南海這邊有繞行 而且這個數字 九艘這個數字是此前的三倍之多 而除了在這一回發生衝突的先兵礁之外 四艘更是部署在 先前他們就是有這個馬德雷山號 擱淺爭議的仁愛礁附近 兩艘的話是在中葉島 好 美軍呢 同樣的其實也在印太地區 他們有所部署一些武器 新型的武器 那可能就是要牽制解放軍 來看到就是美軍 他們在印太地區部署了射程 達到400公里的最新型的長程 空對空飛彈 AIM-174B 射程說是可以達到400公里 這個射程呢 其實是針對解放軍的一款 霹靂15空對空飛彈而來 因為這個霹靂15 射程目前是250公里 當然這個射程的範圍 比較小跟美軍的這一款空對空的飛彈來相比的話 所以其實現在軍事部署要分析 這可能是美軍他們想要直接挑戰 解放軍企圖是以遠程飛彈的優勢 在區域衝突當中建立的 反介入的區域拒止這樣子的戰略 好 當然現在為了要因應解放軍在南海的威脅 也菲律賓他們的做法 知道自己的兵力不夠強大 知道自己的武器不夠強大 那就拉攏這個區域之外的盟友 包括了美國多次的是給予這個實質上的鼓勵 還有一些軍援的部分 甚至說也常常派出航母在南海這邊 繞來繞去 那另外還有日本跟加拿大 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這個美日還有加拿大跟菲律賓 就在南海這邊舉行了軍演 但是當然這樣的做法是惹怒了大陸 國防部的發言人張小剛 現在就批評說 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的家園 不應該成為域外勢力的狩獵場 當然說的域外勢力呢 就是以美國為首 還有日本跟加拿大等等了 更批評說菲律賓是引狼入室 甘尾棋子為地區各國所不齒 而現在中非之間在南海再度發生衝突 大陸海警再度指控說 這是菲律賓他們非法清闖在仁愛礁 在仙兵礁附近的海域 那當然雙方再次的隔空互罵 而且現在大陸認為說 這是菲律賓他們故意衝撞的 而對此前大使界的文集 他先前其實就表示 為了防範菲律賓可能在當地的南沙巡島 這邊的一些動作 大陸海警早就已經加派 許多隻的這個海警船到南海來巡邏 就是像日本啊 像美國啊 對於菲律賓這個不管是海巡的力量 還有他海軍空軍的力量 都在快速的增強菲律賓的這個實力 所以菲律賓在這個過程中 你從菲律賓立場來講的話 他已經免費得到很多 他想要得到的一些軍事方面的力量 這些對於馬可是在內部 穩定他這個菲律賓軍方 那麼回過頭來他在政治上 跟他的政治對手鬥爭 還有就是進行政治改革 是有利益的 所以我們不能傳就這個事情本身來看 要看在菲律賓本身他面臨的環境 跟他這個好政治的盤算 所以你說如果說菲律賓今天就在 這個南海上面 就開始做乖乖牌了 回復到這個這個馬可是上任之前 這是不太可行 這是不太不太怎麼講 太樂觀的期盼 那這次看起來的話 他在鮮兵礁這個想要重草 這個坐攤的這個做法 事實上好像有這麼一點跡象 所以中國大陸已經嚴正以待了 好那另外在臺灣海峽的部分 其實大陸的海景 最近也是動作不斷 在昨天下午大陸就發布了新聞指出 在十七號還有十八號這兩天 大陸交通運輸部所屬的福建海事局 和東海救助局共同在臺灣海峽 實施了2024海上巡航執法行動 本次行動由海巡06 海巡0802 東海救115三艘公務船艇 組成的巡航編隊共同執行 歷時30.5小時巡航總里程413海里 根據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就指出 臺灣海峽是重要的海上運輸的通道 船舶的種類多流量大 海上複雜多變 航點多點交叉 所以很容易發生危險的事故 在十六號開漁之後 大量的漁業船舶進入到臺海生產作業 商船還有漁船的碰撞事故的風險加大 所以現在要執行海上巡航執法點驗過往的船舶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巡船現場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可惡